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期美食视频 材料 鱼瓦8盎司 自己做的鱼瓦或者买回来的 有机嫩豆腐、葱、豆腐调味材料 怎样做石斑鱼瓦 就请看我另一个视频 自制陈皮虾米石斑鱼瓦 视频连结和材料的详情 就请看这个视频下方的info box 半磅自制的陈皮虾米石斑鱼瓦 就放在碟上高 加上了三条葱的葱粒 戒着食物手套 用手把它混合均匀 我们在蒸之前 才要加入葱粒 因为加了葱粒之后 鱼瓦是较容易变坏的 可以放芫荽的 但是放芫荽的时候 也有些学问 放芫荽的时候 你蒸太久它会变黑 放芫荽 这个豆腐就已经洗干净了 炸烂它 放一些调味 就是一份一茶匙的鸡粉 因为我们的鱼滑也很够味 所以我们不需要加太多的调味 给豆腐 有些人说 我又喜欢加些盐 加些糖 其实你也可以的 加入一汤匙 凌粉在豆腐里面 然后混合均匀 和鱼滑一起混合 鱼滑很滑 只要摸下去 就已经知道了 起了膠 很棒 在北美 我们买到的鱼滑 我觉得水平是不高 但是自己做的鱼滑 你也知道 是100%是鱼的 也可以除以加其他的配料 陈皮、蝦米、瑶柱等 加入两茶匙麻油 混合均匀 我们就用一个胶挂 就把它铺平铺 铺平铺 用厨房纸 就将碟边抹干净 因为混合材料的时候 碟边就黏了一些材料 煎锅又烧开了 我们就加入了我们的老少平安 我们就加盖 用中大火偏大的火 来蒸它 12分钟 这个碟是钢碟 就可以蒸得少一点的时间 老少平安就蒸好了 我们就要把水倒掉 你为什么不放些熟油 甜滋油 或者是头秋内呢 老少平安已经够了 我们不需要再放太多的味 反而我们吃得清淡一点 才是这个菜的主要神髓 你什么都不加呢 我告诉你 保证你会很满意 很好吃 还有有豆腐的香味 有鱼肉的鲜嫩 和爽滑 好正的一个菜 真是不愧 它叫做老少平安 全家大小都喜欢吃 吃了都健康都平安